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刘佩真 留言区员为我们观察平息 研究员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研究员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公布的数据显示 6月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涨幅放缓 其中一线城市涨幅比上月扩大 但是二三线城市涨幅收紧 您帮我们分析下相关数据呈现出哪些的讯息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 其实信用端的一个支持需求 还是持续的进入房地产市场 那么再加上交易税费的一些减免 所以我们看到6月份 如果就70大中的这个城市 它在新建的一个住宅价格指数 年增率的一个表现上 是有5月份的5.0% 再度走高到5.5% 但是如果就月增率的一个表现 那的确是从5月份的0.8% 那么再度走缓到0.7% 那么如果就月增率的表现上 是已经连续第二个月 是比较趋缓的一个态势 那么这个比较反映是说 今年以来在中国房市的成交 它的一个高热度 其实并不具备有可持续性 那么最主要是在前期的一个需求 已经有比较集中释放 更何况在整个调控的一个政策 它的一个降温作用 也会逐步的发酵 所以也导致说在这两个月 成交的一个热度 或者是在房价的涨幅 都有回落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一次的一个一线城市 我们看到说虽然三月底 其实部分的一些热点城市 已经开始出现了 逆向的一个调控的措施 那么也都比较出现一个 比较紧缩的情况 而且在调控的政策上 是比较着重在需求面 那供给面的部分 也是呈现比较多层次的增加供应 那希望能够让这个市场降温 让市场恢复一个理性 所以在四月份跟五月份 的确在一线城市的房价 月增率表现上是有比较减缓 但是六月份一线城市的月增率 又开始往上 从五月份的1.8% 小幅上扬到2.1% 那么这代表着说资金在短期内 又有回流到一线城市 来进行避险的一个情况 那么至于在二线跟三线的城市 那么六月份的一个价格指数的月增率 那么也是分别从五月份的1.6% 跟0.4% 分别降到六月份是1.3%跟0.3% 那么这反映着说 虽然在比较高库存的这样三线城市 它持续还是推出政策的一些刺激作用 特别像是财税的一些减免 或者是公积金的一些政策 但是资金短期内看起来还是比较偏好 就是说供需条件比较好的一线城市 是 刚刚研究我们帮我们分析了 在六月份关于价格涨幅的一些变化 还有上半年的一些走势 那至于在下半年 尹佑云怎么观察大陆房市 是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部分呢 虽然说在第一季 整个房市已经紧缩的政策 都陆续的一个出炉 那么再加上宽松的一些政策 它其实它的边际效用 也会逐步的递减 那么更何况其实在今年第一季 整个中国房市 大幅的一个上扬 需求已经开始有一点 比较透支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预计说 在今年下半年 中国房地产的市场景气 应该是会呈现一个 逐步降温的情况 特别在成交量跟房价的年增率 应该都会呈现 比较减缓的态势 那么投资面的表现 应该也是会趋于比较谨慎 那如果就各城市的 房价表现来看 在今年下半年 因为在热点的一些城市 因为需求还是会 比较高于供给的部分 加上一线城市 本来它的发展基础的条件上 就比较好 所以预料它的房价 还是会具备有上场的动力 只是说在成长的幅度上 应该会受到政策的紧缩 而受到一个压抑 那大部分的一些 三四线的城市 那么因为在过去这几年 其实供给上 还是比较庞大的 所以在下半年 还是会面临比较大的 去化压力 所以就三四线的一个城市 今年下半年的去库存 还是会是这个市场的 主要基调 那我们预计它的一个房价 会相对比较缺乏上涨的一个动能 以上是中国大陆房市 在下半年的一些观察重点 我们再来观察台湾的部分 研究一下半年房市景气 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焦点 我们看到在国内的一个部分 今年一二月的一个房市急动 的确造成了 在今年上半年的基期 是比较偏低 那今年下半年的一个房市 如果跟上半年来做一个比较 成交量应该是会比较 有回升的一个情况 但是整个的一个上扬力道 还是相对有限 那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从年增率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今年第三季房市的成交量 应该是可以维持正成长 不过在第四季的话 因为去年第四季同期 其实是有房地合一 实施前让买气有集中释出的情况 所以去年第四季的基期 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今年第四季 预计整个房市的成交量 年增率又会再度出现一个衰退的情形 那如果就全年来讲 今年房市交易量 恐怕这个跌幅 还是会有超过一成的一个水准 那我们预计整个在建物 买卖一转建数 恐怕会下探 在25到26万件的一个区间 那至于价格的一个跌幅 应该还是会达到一成以上 那我觉得比较特别关注的就是说 虽然我们看到在去年8月份 到今年的5月份 M1B的一个年增率 还是连续10个月的是高于M2 那么这个黄金交叉显示了说 市场的一个资金面 是有利于房市的 那么再加上目前的一个 低利率的一个环境 恐怕是会比较成为一个常态状况 所以这个隐含就是说房地产 它相对于民众在做一个 投资工具的选择上 它相对还是有一些诱因的 那只不过说现在房价的修正幅度 还没有达到市场的一个满足点 那么再加上税负的一些变化 也都会成为资金进场的一个考虑关键 也就是说资金要全面进入房地产市场 那么再次来拉抬房价的话 就短期面来看 还是有相当的一个难度 是 您就已经刚刚谈到这个税负的部分 那您认为在未来 能会产生哪些的影响 我们要观察的部分 那我想最近其实就税负上的一些变化 大家会特别比较关注的是 在房屋税的一个调整 那么虽然我国的一个房屋税 相对于其他的国家 还是属于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 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年来 其实为了要实现所谓的居住正义 那么而且要大幅的拉近 房屋的平定限制 跟市价的一个差距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来 各地的一个房屋税 都已经出现大幅调升的一个情况 特别像是2014年7月 台北市的新版房屋税 它光是结合了豪宅税 囤房税 还有在房屋的一个构造标准单价 跟路段率的这些因素 在2015年台北市的一个房屋税收 就足足增加了18亿 那么今年的话 全国又有12个县市 要检讨房屋的一个标准单价 而且是展开30多年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 那甚至我们看到台南市 也已经宣布了 那么它将会回溯到2001年以后 所涉及的房屋都必须适用 那台北市的部分 也希望能够回溯到30年的这个老屋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不光是在地价税 而且房屋税也已经逐步的在调涨 那么再加上今年的房地合议开始实施 那么这个都代表着说 国内的房地产市场 已经告别了过去的清税时代 开始迈入了一个重税的一个时代 所以短期内 我们比较不能够轻忽 就是说在持有税 税积这部分的调整 它可能对未来房地产市场 会造成的杀伤力 因为毕竟在税负的一个增加 它不但会影响到民众的购物意愿 还有市场在投资房地产的一个情况 而且买方它其实也会比较期待 更为合理的一个房价 那么来弥补说未来持有税增加 可能会造成的额外的一个负担 也就是说持有税如果不断的一个上升的话 它其实会对于目前房市景气 属于衰退的情形 会再次造成二次的伤害 那无疑对房地产市场 又会产生一个重击的情形 那虽然当然我们也认为说 房地产市场的确也存有 这个持有税比较偏低的情形 但是这个部分也的确有改革的空间 只是问题现在是在于 现在的实施的时点跟调涨的幅度 目前看起来都并不是太恰当 毕竟目前国内的房市 是处于价量起跌的局面 如果各地方政府可以用 比较渐进式的这个调幅 来取代大幅的调升的话 或许比较能够将这个 对房市的冲击降到最低 林局员 最后请教您 有关于央行降息的部分 对房地产市场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我想虽然从去年的9月份 到今年的6月份 那么央行已经四度的一个降息 那么也同时带动了 这个房贷的利率不断的在探低 但是现阶段其实民众 真正在意的一个贞结 是在于说目前房价还没有下修到 民众满足的这个时点 而且持续的一个央行的降息的这个动作 那其实会让买卖双方 对于价格的认知 又会有处于在持续磨合的一个情况 那么最主要是说 针对卖方来讲 卖方会觉得央行持续的降息 当然会让他的养房成本相对的降低 那么他目前在整个极客的降价出售的这个压力 其实会减轻 那么相对他在房价的降幅可能也会有缩小的一个动作 那对于买方来讲 那么央行的持续降息 其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 就是在国内经济的一个表现 还是相对的疲弱 那么在整个经济还是处于比较混沌的情况下 那么买方的部分还是会对于未来房价 认为还是会有下修的一个预期 所以他会认为说 现在的一个降息 还是不如降价的这个效果 可能会来的比较直接 所以我们认为说在这个央行 即便是四度的降息 但是对于目前的房市的一个刺激效果 仍然是相对有限 那么这个效应 其实可以从最近的一个交易量的表现 就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国内的一个房市交易 在今年一二月是比较激动的情况 那当然三到五月份 是有受到先前央行的一些 封绑信用管制的一个措施 有一些刺激的作用 不过这个效果还是相对有限 因为在六月份 我们看到其实房市的交易量 又再度出现了一个下滑 也就是说这个政策的一个效果 还是没有办法逐步的显现 是 我们今天访问台经医院 刘佩甄刘金员 针对两岸的房市在上半年表现 还有下半年一些展望重点 我们做详细的观察平息 非常谢谢研究员接送访问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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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